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新生片的Kiana从小就生活在天命 并且在欧洲总部进行训练 进而成为了天命的一名女武神 在她没有遇见牙医和酒校之前 就已经经历了很多次任务 这期视频所要讲述的故事 也是主线之前Kiana所执行的一个任务 急去嘎玛军工所Eden探索 虽然同行的德丽莎说这个Eden 是栗伤废弃的基地 但实际情况是Eden是归宁纪元的遗迹 在遗迹中存在一个人工智能 艾拉要求德丽莎和Kiana出示身份ID 很明显他们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德丽莎和Kiana直接动手开砸 把艾拉给砸到当机了 经过多次战斗 艾拉体内人员枯竭进入了休眠状态 不久之后奥托又来到了这个遗迹 并且回收了艾拉这个人工智能 甚至把艾拉给修好了 她还带着修好的艾拉回到了Eden遗迹 了解艾拉的过去 而根据智能的终点活动剧情 我们可以得知更多与艾拉相关的真相 在归宁纪元里 人类启动了一个叫做崇后计划的特殊方案 所谓崇后即是一群崩坏兽的脑袋 她可以向她统一的崩坏兽群发送信息数 以控制这群崩坏兽 也就是说只要控制住了崇后 那么就可以借助崇后来控制周围的崩坏兽 而艾拉就是被制造出来控制崇后的人工智能 在艾拉的数据中 她说自己从执行崇后计划 到德丽莎和Kiana关闭崇后计划 总共工作了7亿3597万08632个小时 用这个数字除以24再除以365 约等于840115 也就是说 归宁纪元执行崇后计划的一个时间点 到新生片主线的时间点 相差了84000年左右 对于每个文明纪元42000年的结论不谋而合 言归正传 虽然崇后计划看上去天衣无缝 但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一等遗迹中只剩下了艾拉 却没有看见人类的身影 于是奥托坊在一等遗迹建造了一个实验所 试图还原当时的场景 来寻找从后计划背后的真相 实验最终探明了一等遗迹陷入的原因 即艾拉本身被欺骗了 从后反向利用了艾拉 不仅通过艾拉得到了整座一等遗迹的构造信息 还向艾拉传递了虚假的结果 让艾拉判定从后计划一切正常 但实际上 从后已经控制了崩坏兽 对人类发起了进攻 也就是说 作为控制崩坏兽媒介的从后 是不可控的 艾拉被从后耍得团团转 而崩坏兽群 则一直被从后 以他自己的意志操控着 归零巨岩的人们 低估了从后的智能 妄图依靠艾拉去控制从后 进而控制崩坏兽群 是一种天真的做法 而从后其实是一只被囚禁的蝴蝶 一等遗迹中的人类 从崩坏区域发现了这只变异的蝴蝶 并且用这只蝴蝶来做实验 这个蝴蝶和艾拉进行了无数次连接 这种连接让他学会了人类的文化 学会了人类的想法 甚至学会了人类的科技 所以他才能在某一次实验中 彻底挣脱了艾拉的束缚 利用崩坏兽群 阻止了一等遗迹中的3284名人类 艾拉的系统里有着最高指令 即保护人类 于是在实验失败之后 他将一等遗迹中的人类 封死在了休眠舱里 只是人类的身体保存不了8万多年 所以最后一等遗迹里 只剩下了艾拉和类子金色的蝴蝶 蝴蝶因为长时间和艾拉连接 以为艾拉是自己的身体 所以不愿意离开艾拉 奥托才能在一等遗迹中找到蝴蝶 直到灭亡的那一刻 归零巨猿的人们 都以为是艾拉出现了程序错误 实际上只是作为从后的蝴蝶 进化出了智能 然后为了挣脱束缚 蝴蝶反手就开始恢复人类 奥托在从后计划中 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一种与人类进化相关的可能性 当然这都是非常后面的剧情嘛 大家只需要知道艾拉的来历 以及从后计划的本质就行了 在新生片的主线剧情里 艾拉还会作为天命主要的人工智能 多次登场 在奥托第一次修好艾拉 回到一等遗迹探索时 艾拉曾经因为得知 是自己毁灭了人类 而进入了逻辑错乱状态 艾拉的最高指令是保护人类 然而正是因为她 一等遗迹中的人类才会灭绝 所以她得出的结论是 要毁灭自己才能保证人类存活 奥托下令让S级女武神无色灰火 攻击陷入逻辑错乱的艾拉 才阻止了艾拉自毁 后来奥托又对艾拉进行了修复 把艾拉装载进了天命的旗舰 辉煌蒙约里 让艾拉成为了辉煌蒙约的主控AI 总之艾拉的存在 对剧情的推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需要大家伙先熟悉一下这个角色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崩坏学员2剧情解读再会 拜拜